保險箱裡一疊疊現金全都是詐騙集團的首張款 刑事局偵破一起由朱信嫌犯等人組成的詐欺集團 假裝互不認識要協助被害人出售手中持有的殯葬產品 再以幫被害人結稅需要加購塔位、骨灰罐等室友 於105到110年間陸續詐騙被害人高達新台幣6,115萬元 詐騙集團的話他會先透過業務去裹打民眾的電話 然後去跟他確認鄰屠台的相關塔位跟他持有的商品 那再派出業務去跟被害人接觸 那剛開始他會謊稱有買家他願意收購 例如就是你要湊足一定的塔位數量 這個案件才能成效 那事後再以各種理由來拖延買賣 例如要補繳稅金或者是說核資金主 那在普悠瑪事件事故生亡 或者是說馬來西亞總統貪污等等女友來拖延買賣 那再來被害人不宜有他交付現金之後 他就會給予五位罐子提貨券 把這個案件包裝成一件買賣糾紛 那大概有六十分是這樣 然後本案租信主權等分別 成立五間公司組成詐欺犯罪集團 有集團成員與被害人接觸 以協助被害人找到買家 出售其所有的殯葬藏產品回廣誌 詐騙被害人加購卡位付費罐 後續再以買家或核資金主家人 以普悠瑪事故生亡 更誇張的以馬來西亞總統貪污 跨國交易中斷等種種話術拖延買賣 又騙被害人持續的交付巨額的底下 該等詐騙集團賈後到修補 持續的轉介詐騙集團被害人實施詐騙 行徑十分惡劣 致使本案被害人在五年之間 招詐騙的金額高達新台幣6100多萬 本局戰役大櫃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在今年的8月到12月 陸續執行訴託的查契行動 共查獲補團18名犯嫌盜案 查扣現金100多萬 五輝罐寄存憑證等章證物 全案因涉嫌詐欺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等罪嫌 移送臺灣台北地檢署偵辦 警方陸續執行訴託居提 搜索查契行動 共查獲補團18名嫌犯盜案 查扣現金112萬4千元 骨灰罐寄存托管憑證等章證物 全案依涉嫌詐欺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等罪嫌 移送偵辦 記者領席會議台北報導